接著我們來練習 他說有一個質量2000公斤的貨車 水平路上以每秒15公尺前進 需要在兩秒鐘停下來 問我一個加速度 問我一個摩擦力 考卷上不見得會去問你加速度 是你在算摩擦力的時候 你就自然而然需要算出加速度 這個就是我不告訴你A 你要想辦法去找A 我沒有加速度 你想辦法找 所以他第一題就先問你加速度多少 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速度變化有多少 delta t delta v t1 v1 t2 v2 計時0秒的時候速度是15 計時2秒的時候要變成0 所以0秒的時候速度15 2秒變成0 所以弄完之後就得到負7.5 這裡的負號代表的是方向 表示它跟原來的正直的速度方向相伴 所以寫負7.5 那有了加速度之後就可以求受力了啊 它是受到摩擦停下來的受力嘛 那就是回到原來的公式F等於MA嘛 F等於MA嘛 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我力多少 問問力有公式嗎 有公式F等於MA 要知道M要知道A M是題目告訴我的 A是我剛剛求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帶進去 我們的2000公斤乘以我們的負7.5 所以算出來就是15000牛頓 可是這上面我沒有寫負號 為什麼 這個負號代表的是方向 可是它題目只告訴我大小 只問我大小 所以這負號就不用寫了 我就寫個15000牛頓 這就是我們說的第二種題型 我要你求這個F等於MA的題目 但是我沒有告訴你A 要回到以前的所學去把A找到 好這裡 他說有個1000公斤的車子 每秒30公尺往下滑 然後呢 等減速度煞車10秒內煞到10 請問你何力幾牛頓 跟剛才一樣 沒有告訴我A 我要想辦法找到A 再帶回去F等於MA F等於MA 然後把它找出來 OK嗎 可以嗎 來 可愛小女生 霹靂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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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抽到女生都抽這些可愛 你幫女生也比較special一點啦 都喜歡站起來微笑的 然後呢 面對我就說個IDK就好了 紅衣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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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來 跟剛才一樣 我要求力 我需要加速度 要回頭以前的方法 求加速度 要回頭以前的方法求加速度 要走到加速度 加速度怎麼算 DT DV 花多少時間 有多大速度改變 0秒的時候速度30 10秒的時候速度10 所以0秒30 10秒10 算出來變成-2 一樣 負代表方向 然後呢 大小就是2 那就帶回去F等於MA 帶回去F等於MA 要求F需要M M有告訴我1000公斤 A我剛剛求出來的是-2 所以帶進去 會變成-2000牛頓 我這裡寫-2000 可是我剛才我們答案 就給他選2000 原因一樣 他問的是大小 所以我只要寫2000就好了 負號代表方向 OK嗎 好 同理 剛才是用文字敘述 剛才是用文字敘述給我數字 現在是用圖形給我數字 他在圖形上畫個VT圖給我看 然後問我說他圖的外力 一樣 要F等於MA 可是沒有A 我要求A 然後用圖形上的數字來求A 要圖形上的數字來求A 這時候我的外力大小多少 這邊有一個小問題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要注意 這裡有個小問題 要注意 來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27號 郭台銘 郭台銘 對不起 每次把你名字弄錯 站起來 你選豬喔 你選豬 宜君小姐告訴你豬 請坐下 我們要有A 我們要A F等於A 題目沒有A 要求A 圖形上給數字 這是VT圖 斜直線代表等加速度運動 兩點決定條直線 所以找到兩個點 我們要找格子點 這裡確定的格子點 就是0秒的時候是2 8秒的時候是4 這確定的點 所以把它帶進去 我們用加速度 DT DV 花多少時間 有多大的速度變化 0秒的時候是2 8秒的時候是4 所以0秒2 8秒4 算出來加速度 叫做四分之1 0.25 然後帶入F等M 這時候就出現 剛才說的小問題 什麼小問題 當初被公示的時候 質量單位是公斤 加速單位是公尺秒平方 他給我的是100公克 不行 要把公克換成公斤 要除1000 換公斤 然後再去乘我的加速度 然後呢 就可以簡單的數學 就可以算出來叫做 0.025牛頓 所以答案就選豬 這就是我們說 我們不直接告訴我 加速度有多少 我透過我的 球把DT DV 找到我的加速度 然後帶進去球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小問題 OK OK